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 很欢迎你半时间收看这个节目 我早日有点说小兰兰 以前看见有那个病人的胎是拍起到胸 他会将的胎给他碰起来 给他疲 有时候为了要检查神经的症状 他会脱落去 把病人的胎给他抱起来 他会脱落去 给他脱落 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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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检查胎底的神经 不像他的太太高人爱的医生 看见父亲人的胎肚 幻音大了的胎肚 你说要叫他脱落 脱落 就很困难 还有个病人坐着 就要靠后面的亲人 把他脱落 脱落 死掉的时候 就人爱的医生 小男男女生都同样 他们都会亲自给别人 謆乱 脱落 脱落 这种的动作 看在佛师的目中 那个感受是非常的不悄 所以別人都會四處去團 他們去看到的進行 雖然藍醫生他就有說過這個話 跟什麼人說這個話 就是跟這些年輕的醫生有的是去做主義醫師訓練 有的都都進入去 他都會跟醫生說這個話 他說 整個機械隨人真要緊 但是作為一個醫生 身為一個醫生 臨命運休憲悲 臨命運休憲悲 任內心對台北人更加要緊 我們看這個話的真有意思 各個機械雖然很重要 但是身為一個醫生 臨命的心 運休的心 欠佩的台東討論的心境 來對台北人 這更重要 他本身就是這樣做的 所以當醫生在中法基督教病院 最多一個心境科學專家的是 從南 從屏東 酒吧 到在途方 宜蘭 花蓮 都有人拚下去 到中法基督教病院來看他 這種橫樓來 橫樓來的病人 都常常說一句笑話 那時候不像今天 有橫樓 或是有風機 或是說 飛車的速度也很近 又有高速公路 不是 有很多人都來坐客運 早上坐客運 又在搬飛車 又因為不是很富裕 所以很多人會坐那個什麼 做得快車 又快車 很多都是坐萬車 一直哭一直哭哭 來到中法基督教病院 所以這些病人 橫樓的病人 常常說笑 說什麼 說我們是炸兩顆便當的病人 炸兩顆便當的病人 意思就是什麼 就是搬車 搬車 搬車 真不容易 來告知中法基督教病院的地方 因為是一個心境科的醫生 有時候大家要做腦泡 做腦泡呢 頭門 頭殼 都要洗乾淨 開始的時候 都會有佛書 看到沒有洗頭門的 都會說 這個不乾淨 沒那麼多糖檢測 雖然我們以前開始 聽到話 都沒有第二句 他親自帶這個病人 要檢測的病人 去幫他洗頭門 我佛書一個看到 嚇一聲說 以後沒人敢說這個話 以後看到那個頭門 沒洗頭門 沒乾淨的 佛書都先檢測 等待的病人 要讓你看的病人先檢測 檢測後 如果沒有洗乾淨的 佛書都先帶去洗 因為洗得很難 以前自己帶病人去洗頭門 讓這些佛書 學習到 這不是勇講的 這是實在 辛苦 得罪的方法 他如果一九五十年 他到中法基督教病院做醫院 他在講出中法基督教病院 要有一個總記 這個總記就是醫療 團德 服務 教育 醫療 團德 服務 教育 醫療 團德 服務 教育 醫療 團德 這是大家看病病重要 他在看服務人 服務這些病人是這個病人存在 存在的基本要素 再來他說什麼 說教育病人 所以病人不是在看病 還要去教育病人 讓他們情感更多 醫療上色 就會減少 無必要的病痛會發生 這樣 他還在強調 很重要的一句 他說如果要敬拜上帝 這個人一定知道醫療的感覺 就會知道醫療的感覺 需要上帝的手來帶 不是客人的開來 他會這樣說 就是跟這些醫生說 不要教育 想說自己外勾 不是 他說一個人如果知道 醫療的感覺 醫療的感覺 醫生有時候是很亂用 無法理解 又很短不出 這需要上帝的手來扶持榜 我們在當時知道 這就是 適合我們醫生在搶中發 基督告白癮的一個方式 我剛才有在說 他有看到膝蓋擺去的臂囊 已經暖去的臂囊 他每碰這個膝蓋起來這樣屁 在那裡把他洗乾淨 洗腳 這不是跟醫療 當時還有一個副醫長 叫做尾客師醫師 我剛才在節目中介紹過 醫是一個外科的醫生 他也是這樣做 他甚至把膝蓋 那個膝蓋擺去的地方 顧好洗 他看這個膝蓋 是沒有穿椅子 躺在這膝蓋 他叫護士去買一身拖鞋 拖鞋的臉 鞋鞋 讓他治療的地方 不會去打到 不過他的膝蓋會乾淨 醫生替膝蓋洗腳 哇 這是沒用 他的一件事 但是洗完藍醫生 就是在鞋鞋 因為原工學習 雅蘇基督的一個鞋師 是在約翰十三週 在那裡說 雅蘇跟學生洗腳 什麼人在洗腳 老伯跟主人洗腳 他說 他說我們做一個醫療工作者 就要將自己 拖鞋去 來服務別人 所以中華基督教平衣 有一個標誌 一個標誌 一個標誌 標誌 他們的標誌 記號 那就是雅蘇 跟學生洗腳 那個記號 後來就是 有一個醫生設計 這個記號 叫做 郵公營醫師 這個標誌 設計出來 是郵公營醫師 中中 但是中 這個標誌 完全沒有條件 送給病衣 中華基督教病衣 才去 去申請轉移的記號 對今天很多病衣的醫生 特別如果看病的 都很重要 就是先看機師 看機械檢查 它不是這樣 所以藍醫生常常跟醫生 他訓練醫生說 最重要的就是 對什麼 對頭到尾 對頭到尾來看 這個是很要緊 雖然藍醫生 他說大家很注意 看什麼看病衣 病衣的幫助 我們知道很多事情 他說好的設備 過程很重要 但是 更高級的設備 就是用錢換不到 用科學做不到 就是什麼 就是主比 臨面 當中 喝來 和聽人的心 主比 臨面 喝來 當中 這種聽人的心 這是現代科技 以及金錢 做不到 換不到的東西 所以 他在訓練 給人家 也會說一句話 說到 用你的手 去做 給別人的工作 用你的手去做 不是用你的嘴去講 跟別人做什麼 不是 是你本身去做 別人就知道 要怎麼做 要怎麼做 這就是小人 以前 要怎麼做 他本身 做一個無憂 鑽在頭前 在鑽白衣的圓工 鑽白衣水災 是 這就很辛苦 他那時候 還在南國中華路的地方 鑽白衣的屬性 是在病院的對面 但是鑽白衣大水災 病院門口都喝水 喝得儘管到幸福 但是鑽白衣要怎麼 直接吃麵很困難 所以要對這邊 客過的對面 照片是在本醫這邊的地方 所以 小人藍衣生 在家庭 教育房間六號 他排在腳這麼平 然後 慢慢慢慢 收水過對面 排吃麵 一粗 兩粗 三粗 排過 這個給那些負責大家看得很感動 他常常在照顧 這種艱苦的人就是這麼的影響 這是小孫蘭以前 他特別他的願感說一項 他說有很多送鄉的人 需要我們跟他照顧 不賺錢一千錢都不賺錢他們的負擔 因為他們送鄉需要我們跟他照顧 就是只有一千錢就不賺錢他們的負擔 我們先介紹到這裡休息一下 這裡再來繼續 我剛才有說小孫蘭醫生 知道難怪人的難怪 送鄉人的難怪 所以他都跟病人交代 如果能夠減輕這些人的負擔 就盡量寫法 就是一千五年 也不賺錢他們的負擔 我這節目一樣的態度 我們也知道 我也在節目中間介紹過 劉東省母便宜 理督、幸福 他就說一項 他說送鄉比打賣更辛苦 送鄉比打賣更辛苦 在節目中間我也介紹 有一個臺灣人、臺南人的醫生 去到高雄特館 高雄特館的地方 在那裡做醫療服務的工作 這個醫生 他就馬上說這個位 他說 以後他九科書沒得到的 以後他的九科書沒得到的 這是什麼 就是送鄉這兩個意願 送鄉這兩個意願 但是他說送鄉 頂頂是人打賣更辛苦的事情 逼打賣更辛苦的事情 有這種的看法 有這種的想法 這種的醫生 都是像我、臨民、滋鼻的心 小岸藍醫生對他的老闆醫生覆蓋 就是學習得到這個 我們在看小岸藍醫生 跟新生年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剛才有在說 他就五二年 他接病院做醫療之後 他就說一個很重要的 中法基督教病院的理念 醫療團德 讓無夠有 所以小岸藍醫生他們夫婦 每次都在帶中法基督教病院 醫生病院的醫療人員 這個禮拜 他們兩個都坐在上頭上 如果這個禮拜 他們兩個坐在上頭上 他沒有用我們有很好的人請教 都會很特別 不然都要參加 再來就是如果有那個 醫學的學術研討會 在病院的苦行 他要求所有的醫生要參加 他都坐在上頭上的地方 他如果有聽到人要去進修 做一個醫生要去英國進修 他都自己親自寫敗給學生買去的病院 他推薦很多人去過期的學校 去英國 他們穿到的學校 推薦很多學生去那裡 這是小岸藍醫生 他覺得教育財培新的一代 這才會咕咕等等 不是在他的身屋上哪裏 他如果聽到有人想要去討討他 他們夫婦都會很感動 因為這是在在輩的團體之下 對1952年 一直到他退休的時 這樣就是1979年 65歲 跟他的老婆一樣 65歲就退休 就真的中病人跟他交出來 這跟我們今天有一些九歲機構的病醫 有的人二月九都不輕下來 就去逼一個什麼名字 逃犯出來 台東完全不一樣 我們看中華基督教病醫 是老爺醫生生生的 65歲退休 他就中病醫交出來 雖然藍醫生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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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这二十七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他所在做的实在是很感动人 台湾前一个 白衣有设计心科 这个心境科 设计心科 他是一个心境科的专家 他从心境科和心境科分开 就是对他来开始 他分担很多结束的人 所以台湾的这个心境科的专家的人 差不多有很密切的关系 一九七九年他退休 下来二十七年过的时间 白衣在退休的时候 有送他差不多两百万的退休金 在一九七九年 所以我们一家人就没退 他将那两百万都欠出来 来博白衣跟他们说 这两百万可以帮战很多宋兴人 来得到议帝 他叫北空尼 他们要回去英国 退休了家人 他们的东西处理 要回去英国 就是跟他们当时 对英国来干 那两个皮箱 就这样要干回去 他在那皮箱里面有 倉一张仇宅 那是什么 那是台湾的青鸟 我们说是荣宿的处宅 等于到底英国 他家人 有一个兄弟 他不是他们的青鸟 有一个这八鸟 留下来的房子 他在家庭上 还是两人的一间 小间小间的房子 叫做FORMOSA 他很爱说台湾 他感觉 那是他的母乳 同样 跟他的老婆 老母当时 退休买回去 中华人 这样 人塞人灵 帖国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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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阶楼 摸摸式的人 他叫北空尼 他买回去的时候 也是这样 整个中华阶楼 都种人 很多人 送到上山基地 中华人说 他买什么 送上帝的天赛 买回去英国 上帝的天赛 买回去英国 他们是这样跟他送 他救救印尼 美国那些台湾人 成立一个 叫做台美基金会 送他一个生肖 社会的核武将 人材生肖 社会核武将 他去拖国庭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话 他说我是一个中华大人 英国籍的台湾人 中华大人 英国籍的台湾人 让很多台湾人 听了老百姓 他说他是一个台湾人 1996年 1996年 李政党 李政党 要收益 中 他本来不爱 后来他变他有话说 李政党 总统代表 是全台湾人民 已经不是总统个人 李一定爱来 后来他真的有 他就回来 李政党 李政党 代表我们台湾上 他的紫色勋章 八十三回 是他说这个话 他说 大家都有他的金 有金 打入去 在土地 他说 我在台湾有金 我是真有福气 他可以在台湾做一个台湾小孩 仍然有大汗 又为了台湾人来服务 这是他 李政党的总统 他的总统是 他所说的很感受 为日空空九年到月 因为辛苦不好 走路不注意 后来就有拔倒 有隔地了 但是隔天 隔天 隔日空 他要空女 你切 生活哪来 哪衰美 他在 在永乐园的早期 他一直 对念中之前 他一直想要剩一个字 然后有人问他 你是要剩什么 后来拿钻砌 给他剩两字 台湾 找吧 後來念到路面,嘴一直念一直念 看給人家說他以前有一些側亂 後來他的大小孩還不聽 這知道不是在說台灣話 英國的讓李政緣聽不懂 他在說什麼話 他的小孩說我的老伯 就照顧艱苦人,要照顧送鄉人 照顧台灣人 要照顧艱苦人 照顧艱苦人,照顧送鄉人 他思思念念就是台灣 他的老伯告訴他 白小孩兩台在台灣的時間 總共六十八年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一世人 聽這個土地,聽我們台灣 他過往的時尊九十六歲 很多人不敢 一世人的日,憲心,聽笑 我們台灣到臨中要在說 要聽笑送鄉人 這是世人人生的故事 真感謝你半時間收看 上帝師父 平安 平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